我从中国的钱没有赚钱 你做的 我从美国的钱没有赚钱 你做的 我从美国的钱没有赚钱 你赚了3.5亿亿 美国总统川普交锋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最终场总统大选辩论落幕 选战进入倒数 除了美国媒体关注以外 许多台湾媒体也同步转播辩论会 台湾民众讨论热烈 新唐人的及时口译转播 也获得PTT网友大赞 通过什么样的管道你看 多半都用YouTube看 哪一个候选的表现比较好 可能是川普吧 拜登的反应没有那么快 然后有时候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在说什么 就是会一直被川普带走节奏 辩论的话是川普讲得比较好 他比较会表达 觉得川普吧 拜登说他没有做过 然后辩论结束之后 川普有在他的Twitter 就是标注他 然后po出他 就是讲述那件事影片 就被打脸 有媒体报道川普胜选的十大迹象 包括2020年的美国选民 认为生活状况比四年前更满意 坚决支持川普的选民高达66% 川普很可能会获得 拉美裔与非裔选民的支持 民调也显示有56%的人 认为川普会获胜等等 至于台湾人 多数民众也认为川普会当选 希望川普他比较有魄力 然后现在那个拜登又有很多 很多就是一些内幕出来 其实我个人两个都不支持 对但如果真的要选的话 就可能是拜登吧 我是会选川普 至少他说的点他想要做的 他是有尽量去做出他想要做的 现在的话应该是川普吧 美国现在基本上是反中情绪 只是川普就是比较强烈一点 也许是川普吧 也许是因为目前他 更贴近台湾一点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11天 选战进入白热化 这次大选更是牵动美中台关系 台湾民众十分关注 最后到底会由谁胜出 只能等11月3日正式揭晓 请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 叶云如 台湾台北报道